这事 这是 上次蒙县令请我喝茶 有幸能够观瞻 咱夫人的模样 先令对王妻真是一枉情深哪 我就 这手艺简直 简直 对 我真不敢相信 这也太像了 先令喜欢就好 我是用桃木做的 取鞋 先令自上任以来 严惩盗墓贼 开本县之新封 独孤阳 深感亲牌 盗墓乃是大唐律法之重罪 我身为县令又岂能做事 是 你开的名气店 一直出售防御盗墓贼的拟友 也是值得嘉奖的 我那不过是猫生之计 您知道 靠武座所得 无法养家糊口啊 虽为武座 卫卑家平 但若是县里有命案 又如何少得了兄长呢 县 县令可在叫我什么 你我都信独孤 从今往后 你是我兄长 看来我真是找对了人 兄长何意啊 若是觉得这木雕雕得还可以 你 请要珍惜 你生不起 最好 传于好人 那是自然 我敬兄长 不不不 我敬贤弟 渡辱县令 渡辱县令 不行 你来我家有何事啊 急事 县令 发生了冥案 冥案 就是死人了呀 那应该先演示啊 武座去了吗 死的就是武座 独孤雅 你再说一次 独孤武座在他的名气殿 被自己做的泥友杀了 娘 娘 她叫谁娘 当然是独孤阳的娘了 可 可她是我的青红啊 肖凌 你忆热了吧 她是赌姑娘的媳妇 春条啊 我们家春条别的不行 但做的一手好博托 让她做给贤弟吃 救命呀 县令 校长 毒孤仙令 这案子 有点怪 怪 现在你有手中 定有蹊跷 怎么 石阳县除了我 还有第二个人会查案子了 既然县令亲自来了 那就没我什么事了 牛旗长 你怎么能走呢 当协助县令探破刺案哪 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这 这 毒辜县令 这案子从哪儿开始查 还请您指教 应该是 行验尸吧 看这架势 毒辜县令会验尸 太好了 让我们见识见识 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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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谁呀 他是我 我 我是独辜县令的幕僚 幕僚 对 他 他可替我验尸 等一等 独辜县令 此非儿戏啊 你怎么会有事啊 徐县令 你这是何意啊 看他的样子风尘仆仆 应是财道施阳吧 请问何时聘为幕僚 我看你就不像好人 用和谐术片刻便迷活了些令 第一个人 悔尸须武作 打电话 不能把你都给历彎 把人给给给你 打电话 还不是 你只能不打电话 给我的孩子 把人给给你的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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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不得了 大唐石阳县女武座曹惠艳师 闲杂人等退后 来 记什么 艳师实录 艳师实录 我来 艳 死者口眼张开 艳 艳 死者左手未见伤痕 艳 死者右手未见伤痕 艳 伤口在左胸前要害处 皮肉多卷秃 射程 涂 唐石阳 堂下何人 报上名了 姓鲁 名大 鲁大是吧 快将你刀墓的刑件 如是招来 就凭这点东西 你就确定我是刀墓贼啊 你手上的老简 可非普通人所有啊 你指缝中的紫泥 是古墓众多的石阳山所特有的 这一点石阳县志中应有记载 那又算得了什么呀 是不算什么 可是你哭独孤武座找的借口 也太假了吧 独孤武座呀 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呀 俺老爹去世 就买了你造的女友 还真防住了盗墓贼呀 石阳并没有鲁姓的人家 外乡人也不可能到石阳来买 墓葬用品 你勇防住了盗墓贼 你是怎么知道的 难道你挖开了自家的祖坟 去看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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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假义哭独孤武座 其实 是在寻什么人的 你 你 你什么你 你再不如是招来 大先走 我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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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全招 我带着几个兄弟 一直靠瞎目发财 这次来石阳也有半个月了 多次探查才找到一个大墓 经过 我们俄俩被吓坏了 逃离出石阳城 好极实力 可这心里就是不服气意呀 想不这么多年 还是头一回遇到这种事 你打听 这泥勇是独孤阳做的 我弟就说 要好好地教训教训他 结果来了就没回去 我这次进城 就是来找陆二的 妙啊 早就听闻苏无明乃当事神探 今日算是领教了 陆大五问你 鲁二是何时进的城啊 昨日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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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孤心灵 我没什么可问的了 陈信起誓 陈信上表 驻国之印 司马之印 司马 不对吧 西魏大统十二年 梁州刺史宇文仲和反叛 独孤信奉命征讨 夜袭梁州 活捉宇文仲和 大获全胜 受大司马 司马和大司马 能是一回事吗 公匠做此宴品时 太粗心喽 真的假的 你看看 假的呀 我说真的不能在你手里吗 好一个性过的 竟敢用宴品来斗宝 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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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想打他 小贼 少获了什么鱼 走 我纯山 一身正性 半身傲骨 损会当贼 这阴影本来就是我的 不是你问他们 别打了 要出人命 别打了 阿里斯烧情 鲁林峰 打他 前任的 他让你们别打了 你们怎么还不住手啊 这 原来是京城的上官 我等有眼无珠 不必客气 既是宴品 按你们斗宝的规矩 又该如何 这等事没有发生过 要不然上官您说如何 便如何 名为斗宝 实为赌博 陋习也 当禁止 以我看 桌上所有宝物 钱财 物归原主 好好好 好好好 真是真是真好 真是真好 我不是凤丑啊 你们败扬卢式的佳学 确实厉害 你怎么一眼就看出 多面印的破绽了 那个锅掌柜 拿个宴品还那么嚣张 我都差点信了 多亏了你啊 卢凌峰 我对古安之化从无研究 刚才也是诈的 他若心里无鬼 自会争辩 心虚就留下了 卢凌峰 你也学会使诈了 自从认识苏无明之后 你变坏了 是这样 前几日 楼立得报王 他兄楼清台 怀疑其父 是被马怀下药 马怀又是谁 卖胡饼的商人 盗墓贼 马老是夫妇的儿子 那两口子相继被抓 均判死刑 相继问斩 刺子手都是他爹楼里德 我父母军死于你手 我早会弄死你 也巧了 楼里德死之前刚好吃了糊饼 楼清台就告马怀毒杀其父 独孤阳验尸 认为独孤阳死于心脚之症 楼清台不信 说独孤阳收了马怀的钱 就把尸体啊扔在弓械里 而且还闹个没完 根本不把弓械的威严放在眼里 所以我才说 县令您不用管 怎么这么复杂 嗯 是有点乱 但我好像听明白了 你还要找独孤五座要人 哎呀 他已经死了 那若是按照你刚刚的说辞 独孤阳很有可能 是被你阿修杀害的呀 他又说 楼清台一定去办别的事啊 根本没有去找独孤阳算账 这家人哪 这都有点不太清楚 你们这么一下唬 他还敢说出实情吗 自己呢 ド人有什么都没办法 他应该叫 presented 你恩 iy菑 如果过瘆了 practitioner 你看众这样很厉害 我别想到是你 就够全理下了 这让后来 绝有一点儿 还不会呀 你可以拿走 我身头 混心 说 comer 那些 separate 你看他在弓蟹上说的那些话 嫌疑很大呀 我亲自举定 苏先生 刚刚是我冒失了 不过自打您来了以后 这弓蟹上下是各司其职 每个人都勤快了许多 多谢啊 你 你在干什么 儿啊 贡献牛旗掌来我们家了 却是持刀入室 还问我在干什么 告诉你 独孤阳就是被春条和董浩谷所害 我是来拿凶手的 牛大明 你想干什么 抓杀人要犯 反抗者死 所以你是反抗呢 还是不反抗 你想杀我 我是在执行上官的命令来抓你 可你不老实 娘 救我 娘 你敢砍我儿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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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姓周大 躲开 没你的事 团长 就你 石阳县有人能挡得了我吗 周大名 你疯了吗 你冒充苏无名 现在要勾结杀人要犯 你让开 不然休怪我刀下无眼 你敢 苏先生 苏先生 就你 也想英雄救美 真是不自量力 昨夜 此时末 quickly 我看到了 查 什么事 闺口 委政 温 此刻 李小川 李寻 李神 李海 李 envelope 李嘉 李信 是他 是他杀了 独孤阳逃走了 我看他一清二楚 你胡说 放手 我没杀人 没杀人的 杀没杀人 不是你说了算的 对 你敢说你昨天没去鸣器殿 我是去了 但不是子时 昨夜我当职 害十二客离开宫县 到鸣器殿最多害十三客 我说几句话就走了 我是想告诉独孤阳 春条和董浩谷走得近 我想让他找找董浩谷的麻烦 你倒是说句话呀 我要是你 就去杀了那董浩谷 武作不可杀人 那你就眼看着 娘子每日去找别人 你还有点血性没有啊 我这这么忙着 你要是没有其他事情 可以先走了 你可以修了春条啊 这是我的家事 与你无关 我其实就是想让他修了春条 我趁机讨好 让春条改嫁于我 可他跟个没事人似的 我竟然一时得逞不了 我就走了 你胡说 你就是杀人凶手 你赖不掉 姓钟他 我与你无怨无仇 你为何要无陷于我 我 我夜间 大耿常去名气殿 淘水河 独孤无作 好人哪 大好人哪 你惦记着独孤家娘子的美貌 就起了歹心 你 好恶毒啊 血口喷人 我跟你拼了 快 干他 牛子 我想让他把那义卖了 这样我们就有钱 他就可以带我离开施养 到一个没有人知道 他当过武作的地方 好好过日子 我就可以为他生而育 都记下了吗 董浩谷 本县令现在问你话 你要想好了再回答 因为你所说的每一句 都会被记录在案 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独孤养死了 我勾引过春条 还一直惦记着独孤信 梅晶石多面音 昨天夜里 我去过两次名气殿 但我没有杀人 两次 都在什么时辰 你去名气殿做什么 昨天我喝了点酒 到亥初时分还是睡不着 心里憋屈啊 我来施养四年了 就是得知独孤信多面音在此 开始我以为是在哪个古墓里 一直向盗墓贼求购 为果 几经周折才知道 原来就在这个穷武作 在我独孤养的手里 你到底是何时去的名气殿 亥时三克里的家 你不问我为何而来 除了那印 还能为什么 聪明人 其实除了春条 就连你那个不着调的内地 春山我都拖 但我回头一想 你我为何不面对面谈 所以我冒雨前来 没想到 你还真在店里 开门见山 我出十五万钱 你把独孤信多面音卖给我 不卖 那放在你手上不也是糟蹋吗 说谎的人是他 谁 小心 快 你 我不 你们 我 为什么 三位兄弟 前右金吾位中郎将卢麟锋 这相有礼 不知为何来这里下此毒手呢 跟你没关系 还请卢相续莫过闲事 这个我非管不可 就算他苏无名要死的 也要由我亲手解决 你让还是不让 不让 不要追了 好 樱桃 卢麟锋以一敌三以胜券在悟 你跟这儿倒什么乱啊 卢麟锋 多日不见一向可好啊 你怎么也来施阳了 咋的被贬了 贬到哪儿去了 什么官职啊 樱桃姑娘 一向可好 好 只是 卢将军 你也来施阳了 他 独孤侠叔 是我呀 我现在谁要当性恋 快 赫可行走 宋王明 卢将军 听说你要走啊 出去说话 一早我就将施阳县城排查了一遍 并没有发现刺客的藏身之所 我们在明处 他们在暗处 只能发个告示了 是让全城的百姓告发可疑之人吗 我这就去洗澡 等等 就说神秘刺客 夜袭施阳 致长安来的苏某党二人 允命 请石阳县百姓提供线索 协助攻陷 缉拿刺客 允命 可苏先生他 为他活命 唯有此策 卢将军的意思是 那刺客就是冲着苏先生来的 石阳是谷县 民风当淳朴 且安居乐业吧 若不是他肃无名 来找你新商人的县令 蹭吃蹭喝 怎么会找来此货 等醒来着他赶你走 别再连累施阳百姓 我也先先告辞 卢将军何出此言呢 苏先生只是路过 县本县发生离奇命案 外加县委之位一直空缺 我这个县令新官上任 出入仕途什么都不懂 他这才留下来教我查案子的 忙活了一天了 连口向阳的饭都没吃上 何谈蹭吃蹭喝啊 离奇命案 如今可高破 没有 昨夜遇袭之时 苏先生正带着我 判查命案现场呢 小小食药 能有什么离奇命案 老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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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